今早去到茶餐厅,见到有20几人排队,老板说哪些人等买新鲜出炉面包,虽然在铁盘上各类面包都有,而且亦只不过在一小时之前出炉,但买面包的人知道,只要等几分钟就可以买到新鲜出炉面包,为何要买一小时前出炉的? 不过,今次是早上最后一次出炉,稍后到来买面包的人知道在早上再没有新鲜出炉面包,就会掃清铁盘上面包。老板的说话令我想起在政府表态话积极考虑开征新楼空置税之后,新楼盘群起开售,现在买楼的人应该以等买新鲜出炉面包心态。 如果在一个新楼盘买不到自己心仪的单位,不如等另外一个新盘,说不定可以用更低价钱买到更优质单位。 不过,如果政府表态不会开征新楼空置税,打算买楼的人不应再犹疑,因为新楼已经超卖,地产商封盘在职,所以,最好就是政府早日公布是否开征新楼空置税,无谓将买楼变成赌博。 请不吝点赌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